咱们的副育成群术适合于几类人群 第一就是咱们分娩 就是怀孕以后 咱们分娩以后的皮肤松弛 腹直肌的分娩 包括一些特别多的人生人 这一类的群体是很适合做副育成群术的 上面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咱们减重以后的 比如说以前有大概二三百斤的这种群体 然后通过守护或者是自己运动 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减重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全身的皮肤都会松弛 那么这个时候不光是腹部 它的胸部 胸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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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胸部都会松弛 那么这个时候它也是适合做副育成群 不但是适合做副育成群 还要做一些比如说胸部提升 胳膊和肠部最肉切除 背皮切除 这一类的副育 那么还有一种副育成群术 就是说单纯的腹直肌的松弛 并没有皮肤松弛 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可以通过小切口 胸部内窥镜来做实际的修复 这种也算是一种肥育成群术